外蒙古和内蒙古 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 2016年蒙古国的GDP总量只有约110亿美元 也就是大约715亿人民币 而同时期的内蒙古GDP总量为18632亿 相当于前者的26倍 内蒙古一共有12个市 其中GDP超过蒙古国的就有9个 不仅如此内蒙古的准格尔期限 2016年GDP也达到了1143亿 是蒙古国的1.6倍 也就是说整个蒙古国都比不上内蒙古的一个线 差距之大恐怖如斯 那么蒙古国的发展为何如此之后呢? 首先蒙古国的经济结构很不合理 过度依赖矿产和农业 一旦这些产品的价格下跌和外资锐减 该国经济就会迅速陷入危机 其中就是人口太少了 整个国家1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却只有300万人 而且一半都集中在首都 想发展都难 还有就是外交政策 蒙古国作为一个内陆国家 唯一的两个邻国就是中国和俄罗斯 但是它却极度繁华 无疑是自毁桥梁 要说这三国中的吕布 从未杀过一元大将 却被后世尊为三国第一 就因为它有一个记录无人能过 什么记录你知道吗?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 回复旅步即可观看